是利用电算器查出下列各三角函数的值 取小数点以后第四位以下四手五入 第一小题cos72度 那我们要求的是度数 我们检查一下计算机的设定 好 这边它用的是弧度 所以我们要先来做更改 好 那我们按下mod之后选择D1G的模式 好 按下72之后呢 再取我们的cos值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0.30901 好 小数点以下取四位 所以第五位这个1呢四手五入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0.3090 第二小题tang42度 好 那我们一样呢要先检查一下 我们这边呢是D1G的模式 好 按下42之后呢 再按下tang键 我们可以得到答案是0.90040 好 0呢 次舍五入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0.9004 第三小题cos3 而这个3呢它不是度数了 它是弧度 所以我们要先来做计算机的设定 好 所以我们先按下mod 好 选择我们要的第二个id的模式 好 我们取3之后再按下cos的键 可以得到负的0.98999 好 第五位四手五入 所以我们要进位 那这边再进位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值是 负的0.9900 第四小题tang4.5 好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这边呢 我们的度数呢是我们要的弧度 好 所以按下4.5之后 我们再取tang值 好 取tang值呢就可以得到4.6373 好 733 那这边这个3呢 我们四手五入之后呢 我们只按就是4.6373 好 ג 然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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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